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要讲一个 注意自己身边有没有Roti Pet的故事 故事开始 帅哥男 屌丝男和长发妹在长发妹的家玩花牌 长发妹一直赢 屌丝男输到够够力 长发妹煮了Maggie面给他们吃 What the 刚刚赢那么多钱 才请他们吃Maggie面 哇,长发妹还很好意思呀 吃完了要他们洗碗 不吃白不吃呀 他们吃得狼吞虎咽 吃完后长发妹说 他去冲凉凉 帅哥男要抽烟 屌丝男一个人洗碗 很不爽咯 哇,突然屌丝男紧张的跑了出去 帅哥男不知道怎么回事 帅哥男就问长发妹怎么了 长发妹说 刚刚屌丝男看到他换衣服 不好意思的跑掉了 帅哥男说 他也想要看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 屌丝男是喜欢长发妹的 所以看到他换衣服 很不好意思 哎呀,钱包留在了长发妹的家 没办法了 只好回去拿 另一边 晚事后的帅哥男和长发妹聊起了屌丝男 他们好像在盘算些什么 晚上屌丝男去到了长发妹的家 帅哥男刚好要离开 屌丝男说 他留下了钱包 在长发妹的家 长发妹叫他自己进去找找 钱包找到了 屌丝男要离开 长发妹拉住了他 长发妹问他为什么看到他换衣服要逃跑呢 难道自己不够魅力 屌丝男说 不是的 长发妹问屌丝男 You like me? 呀呀呀呀呀呀 长发妹说他不介意给屌丝男看的哦 还要看吗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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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屌丝男很热 屌丝男觉得很可惜 可是下次还可以搞长发妹 今天就先回家吧 长发妹打电话给帅哥男 哇 原来帅哥男一直以来都知道长发妹是 Rotty Pet 只要长发妹可以接受到屌丝男的棒棒 他们就可以来 三批了 隔天屌丝男很高兴 因为长发妹约他出来喝茶 屌丝男去到了Starbuck 咦怎么帅哥男也在得 长发妹把自己是Rotty Pet的事 告诉了屌丝男希望以后他们都可以乱乱搞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明白到 如果你们身边有一些比较开放 不介意给你擦的女生 大家又是单身的话 就赶赶去搞吧 所谓 今日单身 今日玩 明日成家 明日熟 昨日可玩 没有玩 后日想玩 没得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 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 点开订阅旁的小铃铛 以获得最新影片的通知 我是一只都没有玩到 就和呆嫂在一起的呆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